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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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前往下一站之前 我们先介绍一下 城乡导游的集点活动 只要发现导游的QR Code 就可以扫描参加集点活动哦 第一步 我们打开LINE的相机 第二步 点入网页 进入说明的页面 第三步 点选前往集点 进入体验评价的页面 给下评价的星星再按下继续 第四步 开启官方LINE AT认证 按下许可 第五步 回到LINE集点确认页面 等待loading的画面结束就好咯 如果是初次集点 需要先加入好友 再点聊天 第六步 打开城乡导游的聊天室 点选下方选单的集点卡 进入集点卡页面 就可以看到之前的点数哦 那我们这次来到了金长栗 也透过拜访老板娘知道一些有关金长栗 以及糖果的历史 老鼠堂就是这个 那这个就是八家鱼 像这个就是这个老鼠堂 老鼠堂是新港的第一个名字 还有第一个名字 第二个名字叫做双人热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说 吃的嘛 叫老鼠 好像老鼠堂 就是吃不下去吧 那所以就把它改成双人热 双人热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时候的发生 以前的发生品种 只有两个人 只有两个发生人 所以就是台湾话就叫做双人热 吃起来人热 QQ就是双人热 双人热 双人热 那后来在我们去参加比赛 日本天皇就说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哪里来的 很好吃 那就是说 西港来的 西港来的 所以日本通常就是 鱼就是糖果的意思 在那个西洋大小开通以后 香客越来越多 我们第二代跟第三代 他们两个就是我的伯伯跟阿嬷 他们两个就是 他们就一起开包了 就是把它变成说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叫用手麻 所以就是 用拔包锅鱼子起来 就是全门味 那就是 然后就有发生口味 然后还有再就是 再增加有 桂园 梅子 鱼子 鱼子就是 就是那个逆界的火肉 鱼子 然后鱼子 然后鱼子 还有香蕉鱼 以前还有一个葡萄干 那个葡萄干的 销售量好像 越来越好越过 我们的老鸡草 我们就改 反而改 开发成 那在十多年前 我们的芭蕉鱼 我又开发 那个 水果口味 就是有 草莓 芒果 蓝莓 那在两年前 我们又开发 有黑糖口味 都很好吃 就是我们当初 芭蕉鱼在芭蕉鱼的时候 他是怎么芭蕉的呢 就是 他以前本来不是做这个 他以前是 文雄 文龙村的人 台湾话叫做 哈布朗川 他从那边 从那一只单单 单到新港妈妈妈的钱 便来卖 那那个时候 因为下雨 雨季不能出来 所以只好 因为看了很多天 看这些东西好像都要坏掉 还有鱼子 到时候把它过在一起 准准看看 一准的时候 就一坨 然后就很黏嘛 嗯 然后他以前 就是说房檐的话 又可以吃的话 就是 就是那个米菇 就是用米菇爆 然后 爆成那个米菇 爆米菇 然后再把它拿成粉 这样 他用那个来防棉 这样子 然后就多一个香味 就是现在这个粉 这个粉就是米菇 那时候是用手 搓搓搓成一条一条一条 然后再把它捏成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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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捏的时候 这样子前面这样白白的 然后后面拖一个小尾巴 因为很均 就会通一点点 等一块都会通一点一点点 拿起来看 如果再捏像一只小老鼠 可以去把它叫做老鼠 这个给你们吃吃看 好 我们的特色就是 不黏牙 又不会来很甜 所以吃了不会腻 嗯 像这个我可以一次吃 我都很高 对 我可以帮小工 不可以抛肚 不要卡掉 我又可以帮姐姐 你手上这杯是 你觉得它喝起来跟其他地方的檸檬红糖都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根本去饮料店都不会买柠檬的商品 它让我喝了感觉说 不甜 然后很顺口 鲜炒凍奶茶 喝完之后的感想是什么呢 它非常的 有奶糖的没有很重的鲜奶味 它反而有奶糖的味道 如果不太喜欢奶味太重的话也可以参考 我们的糖每天都是新鲜现煮的 虽然煮糖很不方便 也会很热 但是觉得为了客人的健康 我还是每天坚持自己煮 我早期是做连锁店的 那后来合约到了 我就改为自己的品牌做自己的店 这今天就是最正宗的 对哦 我们是用纯片那个杂业下去煮 不会像有一些呢 添加了一些不该添加的一些化学的成分 这就是我们的虾糖完成了 原池每天新鲜现煮的 手工虾糖 黑糖加二虾糖 虽然原物都在多个值 慢慢的在涨价中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坚持用那个沙糖去煮 我们的东西都是新鲜现级的 不管价钱多包裹 我们都必须采用新鲜的 我们不会因为说价钱的关系 然后就选择冷凍的或者是浓缩的 新鲜玩幸福饮料 喂喂 我们到了饭店 在新港老街 很多好吃的美食 所以我们挑了几间新港在地特色的店家 来跟大家介绍 第一家店 名叫肉粽秀 它位于香客大楼楼下 它总共有两种口味的肉粽 一种是偏原味 第二种是肉粽有加栗子跟蛋黄的 我们另外买了一个花粿 好那我们来吃原味的肉粽 哦好好吃 那个鲁鲁 Oh my god 第二个就是有加蛋黄跟栗子的 这里有一颗蛋黄 好那我们现在来试吃 好大家看一下 鲁鲁有多大 它的蛋黄有一种沙沙感很好吃欸 就是完全跟饭融入在一起 它栗子超香的 而且跟肉粽拔起来特别的对味 好那我来到第三个是碗粿 给大家看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鲁鲁鲁 它的碗粿都米的味道 特别的纯 我觉得它的酱非常的蒜 可能蒜加很多 可是喜欢吃蒜的可以多吃一点 就是有点酸酸的 很好吃 配这个碗粿很好吃 我觉得这个碗粿呢 它吃起来很软很Q 然后我刚才吃的那一口呢 里面有吃到香菇跟瘦肉 搭配软Q的碗粿搭配起来就 让碗粿的那个口感更神奇了 好那我们来到第二间是 新港鸭肉羹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 它里面有 有肉 我现在来试吃看看 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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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 超多人在排队的 然后现在我们那时候 人不多 然后赶快排队 不然那个可能要等个 10分钟或15分钟 5分钟 接下来 这个是 只要走出奉天宫没几步路 在全家对面就可以看到的 新港了 动日 然后 这一杯是 芋头牛腩 这杯是 艺人 玉桂人 然后我们现在来试喝看看 鱼板 鱼板 它是很容易删掉的那一种 不是很服务呢 而且他们家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 芋头啦 不会感觉到硬硬的 它本来是 軟Q軟Q的 然后再加上 芋头的香气 讚啦 很配耶 今天第一天的行程 就到这里结束了 拜拜 第二天见 拜拜 哈啰大家 我们来到第二天 接下来我们要前往 下一个集点 Let's go 哈啰 我们昨天没有喝到 阿姨特之的珍珠 我们点了珍珠鲜奶茶 我来喝喝看 它的黑盒 超级濃 然后再加上它 鲜奶茶 喝起来 口感很顺口 这一代呢 我爷爷 他以前可以读书 他其实他等来要放校长 那校长基准比较低嘛 一个月二十块 做酱油就隔月八十块 因为我们本身 我们以前就是 我们在之前 我爷爷之前我们在做酒 不到就没钱了 就自己要去做了 他之前学校好像都做吧 日本在纪念统治的时候 学到 我们用黄豆制瓦碟 量产黑豆 而且黄豆可以打两声产 黑豆没办 黑豆发酵温度比较高 他一定会用钢 放在外面这样 日附 啊 黄豆发酵温度应该在室内 室内就不会做了 第一个酱油 我们就是说 第一个是 以前的 一般就是蒸煮 那我是多加一个泡水 那为了泡水 别整成本啦 因为你直接一颗 下去煮 要泡 要泡染料 那我就是泡 泡几个小时了 那要我煮的时候 就比较不用那么多染料了 煮熟之后 再就是去发酵 发酵完之后就是 下午店洗一洗 再一次缸 后面静置六个月 之后才拿起来做酱油 再吸湿压榨 带你去那边看一下 哦 我这边是120个 20多个 这里面支架都糊涂 这是半年长的 韩娜 韩娜量大概是8000多 8000多 8000多好特 一般酱油大概 4000多5000多 哇两倍这样 那小混老板 这个步骤是 就是在那个后面 发酵六个月之后 再拿出来这个 对对对 其实后面还太咸 我再吸湿 再把它煮掉 反正在煮的过程中 是需要搅拌的吗 对啊 我这个用木材的话 因为它 有没有 会烧焦 过例三次 颜色才会变成它的颜色 看起来比较合色 正合色的 这是压酱油的 压酱油的 压酱油的 压酱油 压酱油 嘿嘿 哈啰 哈啰大家好 我来到了板桃油第三站 今天就是来体验DIY 马赛克的拼贴 跟等一下会有导览 研究 我们导览这个社区的故事 等一下 我要会骑协力车 那我继续看下去吧 我们今天要来做的这个是马赛克拼贴 不过我们有准备一些图案可以让你们做参考 那你们也可以自行创作 那这种做完之后你就是可以当壁画或者是格乐店 我们就把白胶稍微 白胶稍微挤一下 白胶挤一下 拿起你的竹签 就是随意刺得动 这样就好了 然后把白胶挤在板子上面 它这个竹签 这个源头的 抹在上面 就是把它抹过去再把它抹回来 就是尽量把你的白胶抹均匀 好毛巾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准备开始 然后我现在选的是鸭嘴售泰瑞 我选的是小米猫 那我们摄影师是科基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DIY吧 好那我们完成了我们的马赛克拼贴 我们准备去下一个今天 Let's go 好那我们最好 每一戶都有那個小朋友嗎?還是古廚才有? 就是比較舊一點 沒有,社區每一戶都有 所以我們做的最早做的是這個小娃娃 那第二次做的就是利用整個社區的 就這樣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牆面 就是比較有特色的 就是崛起它的一定算 然後製作成一個,也是有一個特色性這樣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郤就看着非常的愉悦的感觉 如果要来返桃窑的话记得要提前预约哦 才可以看到有趣好玩的东西 那我們返潮遙第二天就到這裡囉 好,那我們嘉義兩天一夜的旅行就到這裡囉 大家趕快來這裡玩玩喝喝吃吃,掰掰